羊梅汁怎么洗 羊梅味道鲜美,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但是如果吃羊梅的时候 将羊梅汁弄到了衣服上,又该怎么洗呢? 一起来看一下 用牙膏清洗 将牙膏涂抹在污渍处 两分钟后,再用清水清洗掉 如果还有明显的污渍 就加上一些洗洁精,用温水清洗 二,食盐清洗 把衣服泡在清水中 在污渍处均匀地撒上食盐 让食盐在衣服上融化 按常规方法洗涤 白醋清洗 将白醋加水稀释 然后倒在污渍处 慢慢揉搓即可清洗干净 小苏打清洗 小苏打清洗 将衣服的污渍处浸入热水中浸泡 片刻后取出 撒上少许小苏打 然后用肥皂水搓洗即可 总结 用牙膏涂抹在污渍处 再用清水洗掉 将衣服浸泡后 撒上食盐 等到食盐融化后 正常清洗即可 白醋加水稀释 然后倒在污渍处 即可清洗干净 将衣服浸泡在热水中 然后撒上小苏打 用肥皂水清洗即可